车友们都知道 平时自己的爱车为了延长寿命 都会洗车身并给车打蜡 可是去车内饰却很少估计到 时间长了 座椅不保养就会变旧还会开裂 很影响汽车档次 而且上面还有不少细菌会影响身体健康 下面的办法可以让座椅恢复如新 首先我们先用除满仪除掉座椅上的垃圾 满虫和细菌 然后准备一盆热的肥皂水 用沾取了肥皂水的毛巾反复擦座椅 再用清水和麻木擦一遍 把车窗打开通风 这个方法还可以拿来清洗仪表盘和内饰 如果真皮座椅上有去不掉的污渍 这把风油巾滴几滴在上面 三分钟过后用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了 用这样的方法清洁 真皮座椅就会很干净 不过要想延长座椅的使用寿命 那就是给真皮座椅打蜡 就等于在上面铺了一层保护膜 就能够防止座椅开裂和起皱 如果说能够装一套座椅垫 那就更好了 车的内饰需要干净 车的顶棚也需要干净 可以使用专业的汽车顶棚清洁剂 这款产品喷一下 擦干净就可以了 此外真皮座椅只用清水擦 是不行的 可以试试汽车内饰清洗剂 可以快速有效去除污渍 除了去污还能保养座椅 清洗的时候用一般的毛巾会留下棉絮 可以使用洛皮精来擦拭 这样就不会留痕迹了